朋友们 刚到达这个银口室 这个银口室非常的小 没有什么好的露营地 所以现在我准备出城 在路上去找一个 这很堵 堵车堵得特别厉害 他们这里 就出城的这条路 好堵车啊这里 我估计今天晚上要搞到天黑啊 才能找到这个 哎呀太堵车了啊 这个盘景室啊 从那个市区出来啊 足足堵了一个小时啊 反正就是走一路堵一路 往安后是准备出城的吗 因为找不到露营地 我就走到这里啊 我就看到这个地方 有很多的这种停车位 看 我就随便找了一个停车 在这里啊 不知道这里会不会被赶了 反正的话 我现在真的很累 不想走了 就先今天就在这里过夜吧 早上好朋友们 哎呀 可能是六点多的时候吧 这里已经来了 那么多车了 不过还是有一个停车位 在这里做饭不知道好不好 有点下雨了 走吧 车太多了 去路上找地方做饭算了 这里人太多了 你这就走了 我刚走出几公里啊 我向我找到消息 走到了一个能做饭的地方 这里 这里好像没什么人啊 这里是一个市场 有很多的停车位啊 没有什么人 我就在这里做个饭 应该问题不大吧 我就躲在这个角落里面做做饭吧 这一边 不然的话饿着肚子跑 这不是我的风格啊 朋友们 其实昨天晚上在这里来露营就好了 这里好安静的 这里车又少 你看这场子好大 这已经接近这个 这个营口这个城市的边边上了 你看这里好大的 准备做饭 准备做饭 直接就可以吃了啊 全是吃的 这是昨天那个妹子给我的马铃 红薯啊 就这样生吃都非常好吃 好 有鱼 有这个 木须肉 还有这个红薯 昨天10元钱打包回来的 真的是太超值了 这么多鱼 我估计今天一天都吃不完 开始了 这个怎么搞呢 先把这个米饭给炒了吧 因为过一会免得还要那个 先把米饭给炒肉 等这个米饭熟了之后 用那个碗装起来再搞菜 然后就直接就可以吃了 这红薯太好吃了 冷的都好做 在小时候 以前我们家煮饭 也会放这个红薯进去 好久没吃过 好久没吃了 多吃点鱼早上 把这个肉 肉搞一点进去 晚上还可以吃一顿 差不多了 晚上再吃一顿 因为这个天气也不是很热 还有鱼 这个时候垃圾袋了 这个时候垃圾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最喜欢他送给我的红薯 这是最后一根了 全吃完了 只剩下一根了 晚上吃吧 你看这个鱼的还没吃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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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4 2 2 4 一块肉 这肉是甜的 好吃 我是吃着碗的看着锅里面 装起来晚上继续吃 这可能是我最近吃的最棒的一餐了 太好吃了 这顿饭谁出一百块钱我都不会卖 真的 这是我吃的最好吃的东西 吃完饭也收拾完了 今天是大到中雨啊 我看了一下这个天气 所以啊 不赶路了 这个地方不做 好好地休息休息 明天晴天 再赶路吧 哎呀 真所谓 三月三马九月九 舒服 哎呀 这个红薯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